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中印邊境爆發的嚴重衝突如波未了 在印度方面 無論是官方或民間 都有一個非常強烈的意願 就是對中國實施反制措施以作報復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印度高級官員消息所說 目前印度政府正在考慮 對中國進口商品設置更高的貿易壁壘 及提升更高的關稅 印度政府在今年4月底已經在考慮相關措施 打算提高160種至200種 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 涉及的商品價值 總共大約是80億至100億美元 另外對100種中國商品設置非關稅的壁壘 比如要求許可證 或提高質檢的標準 在提升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方面 有份參與決議的印度官員說 目的是為了阻止非必要及較低質量的中國商品進口 並且要提高印度產品的競爭力 另外關於非關稅壁壘方面 印度政府正在考慮針對來自中國的電子產品 工程產品及部分醫療設備 另外對於冷氣機等中國的進口電器 會實施更加嚴格的質量控制認證 另一位官員強調 印度沒有針對任何國家 但是這些措施能夠有效地減少 和中國等不同國家的不平衡貿易易差 雖然說不是針對中國 但是實際操作來說 根本上最受影響的就是中國 大家看看印度的貿易數字 就會知道 在2019年的時候 中印之間的貿易總額 是達到880億美元 但是印度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易差是怎樣 在去年印度對中國的貿易赤字 是達到535億美元 中國是印度最大的貿易易差國 所以印度的商品基本上沒有什麼競爭力 因為是比大陸的平價的貨品搶佔整個市場 即是說中國製造的商品 比印度本身製造的東西 更加是價廉的 那麥美就未必了 因為中國的商品 永遠就是以低價來取勝 至於是麥美 就見仁見智了 因為如果說比較耐用的 肯定就是日本和德國製造的電器優勝 中國那些是怎樣 大家心照 好了 印度總理莫迪曾經說過 他說要展開一個叫做印度的自力更生計劃 這個計劃 無非就是要來提升印度的商品競爭能力 要提升競爭能力就很簡單 要不就令印度的商品價廉物美 但是一時三刻就肯定做不到 只好 唯有向進口商品開刀 就是向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使得印度的民眾發現 原來中國進口的商品比印度自身生產的商品更貴 他自然會轉投印度貨品的懷抱 故此印度總理莫迪這一招就是一石二鳥 既可以提升印度產品的競爭能力 亦可以對於中印邊境所爆發的嚴重衝突 有一個報復措施 對自己的國民又有一個交代 所以中國真是愚蠢 變相是被子彈印度政府使用 搞到印度政府現在推行這個關稅的時候 他就變成了唐而王之 他就大條道理了 因為 這個衝突 根據印度方面所說就是中國主動來挑釁 大家看那些畫面就知道 印度基本上還在用木棒和石仔 但是中國就用狼牙棒 到底哪邊裝哪邊呢 是不是有心人裝沒有心人 大家自己判斷得到 所以莫迪這一招還不趁著這個機會 純粹推舟借商成毒嗎 如果他貿貿然推行這些 所謂反制措施 肯定就是會引起中國的強烈反彈 無端端為何加關稅 無端端為何設置貿易壁壘 現在就變成了不是無端端 就是事出有恩 所以 中國就是拿來搞的 一方面你又要面對美國的關稅 另一方面 歐洲那邊又說準備 要對中國提升反傾銷稅 因為在世界貿易組織裡頭 中國的下訴訟 就是輸了 而且又決定不上訴 現在印度方面都說要加你關稅 你說死了嗎 當然 現在印度政府 只不過是計劃當中 但是人家若然真是禮真的時候 對於中國的經濟復甦進程來說 肯定就是會大受打擊 在雲雲眾多 中國對印度輸出的商品當中 其中一樣霸佔了印度市場的 就是智能手機 我們可以看看 在2020年的第一季 究竟中國的手機 是如何稱霸印度市場 根據最新的印度智能手機市場佔有率數據顯示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小米 佔了市場份額是30.6% 至於排在第二位的就是維旭 Vivo 佔了19.9% 大約兩成 Vivo又是大陸公司 總部設在東莞 沒有公司叫做步步高 排第三位才是來自韓國的三星 市場份額18.9% 排第四位就是RAM 佔了11.7% 第五位就是OPPO 佔10.4% 而RAM就是OPPO的子公司 故此這兩家公司加起來佔了22% 而且這兩家公司 總部設在中國深圳 不知為何這些來自中國的公司 很喜歡利用英文作為品牌的命名 而且沒有對應中文 其實維旭也是 他自己翻譯 在印度方面就是Vivo 不知在這裡扮外國品牌還是怎樣 反正 這四家的中國手機品牌公司 加起來佔了印度市場的72.3% 這是非常龐大的數字 基本上就是主宰了這個市場 而且對於中國品牌的低階智能手機來說 印度市場是非常賺錢的 只是說今年的第一個季度 小米對印度的智能手機出貨量 是說1030萬部 Vivo也有670萬部 出貨量方面已經超越了三星 Fram是390萬部 OPPO是350萬部 所以在目前中國經濟下行 和外貿訂單大幅取消的情況下 印度的智能手機市場 就變成了中國經濟的其中一條救命草 只不過 在印度方面 很多民眾對於來自中國的智能手機 開始反感 而且呼籲市民要抵制購買中國的智能手機 還要改買台灣的品牌華碩 很多印度網民在Twitter上發起了抵制中國貨的行動 而且 將中國在印度銷售的品牌 和手機軟件逐一列出 並且呼籲網民要刪除大陸的影音程式抖音 其實在早一段時間 印度方面曾經推出過一個手機apps apps名稱移除中國手機apps 安裝了以後按按鈕 所有來自中國的手機軟件 馬上就會被刪除 不過後來Google就說 這個手機apps 違反了服務條款 所以在apps市場下架 現在就沒得用了 如果要刪除中國的手機apps 就唯有手動刪除 但是這個舉動也反映得到 其實印度的民眾 多多少少對中國有些職願 而且現在還準備把怨氣化為行動 當然這也是對印度的民族主義的一個考驗 究竟這個行動會否成功 還是雷聲大雨點小 就真的要拭目以待 在前天 本來中國的手機品牌 OPPO打算在印度的樹發表一個旗艦手機發佈會 不過可能礙於印度民眾的情緒實在太過強烈 故此這個發佈會最後取消了 變成在網上播打就算了 故此印度民眾的力量絕對不能忽視 這分鐘 他們真的會轉投台灣的品牌華碩 或者買外國的品牌智能手機都不出奇 因為這件事在印度來說 目前都沒有試過這麼強烈的聲音 雖然中國也試過很多次 一時說罷買日課 一時說罷買甚麼課 到最後都是無疾而終 印度方面又怎樣呢 就不知道 另外很多印度的網民 在Twitter上呼籲印度政府 要加強與台灣的聯繫 又大讚台灣擁有先進的科技和良好的疫情控制措施 無論這些印度網民是真心的也好 是專門說出來激中國政府的也好 反正這些印度人民的稱讚 中國政府似乎是無法恨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